今天我們要看看一件事要留意的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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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見過有一次銀行的升幅竟然是灌絕全版的 這次銀行是灌絕全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市場就說 美國聯邦儲備局不加息 因此銀行的息口沒有很多賺 到今天又不是了 現在聯邦儲備局可能會加少許息 因此銀行的息差可以賺少許 究竟美國聯邦儲備局會加息還是不加息呢 其實實際上來說 它是加少許息的 它是將什麼呢 將這個是過剩的存款 的excess reserve 給高了少許息 即是銀行太多錢了 而存在美國聯邦儲備局 它給高了少許息 那另外呢 那個是隔夜易回購的 亦都比高了少許 那幾點只息它 為什麼呢 因為到最近呢 美國的是idle cash 但有7500億 這是前日到的數字 是拍了在美國聯邦儲備局 為什麼有這麼多idle cash 拍了在這裏呢 第一件事 那些人不可以拿去投資嗎 不可以拿去買債券嗎 不可以拿去等等做一件事 不行 因為這些可能是money market fund的 那money market fund呢 它主要是買一些現金的產品 例如好像是奧元 英鎊等等一樣東西 起一個呢 賺取少許的息 但是 如果這些貨幣 它們跌價的風險 大於它們可以賺到息的利益的話 即是你到時賺息蝕匯 那些人就不會等了 那最近這幾天 因為 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局說 它可能已經跌了 因此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很多這些人 那些美元就升了 其他貨幣就跌了 那些人就不夠膽 把它再等在其他貨幣那裏 那就拔回來 就等美元 拔回來等美元 等哪裏好呢 就等回聯邦儲備局那裏 聯邦儲備局那裏出現一個什麽問題 如果它不去支撐這些貨幣的話 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所有這些的 可能是 這個是Mutual Fund 可能等那樣東西 它們完全會虧的 因為它們要收管理費 就是你的息是零息 所以就死硬了 所以因此 美國聯邦儲備局 沒有法子 它一定要加多一點點息上去 因此 所以銀行是會賺多了 在這一點裏面 就是這樣情況 這個是很微妙的息口 不是一般影響到我們普通人的 是影響銀行的利潤水平的 不過這樣的話 反映一件事 錢太多 是沒有人用的 這個是QE的後遺症的必然之一